不会说祖鲁的就别说自己是飞行员 16-89 16-88 万表流行力 康康也给力 你等会儿 康老师 你进来时候扫码了吗 绿的绿的没弹窗 这年月除了古市 大家最喜欢的颜色莫过于绿色了 今天我们就从流行的绿色开始 不过这种绿我觉得应该属于均绿 因为我们聊的浪琴的足鲁时间万表跟军事有关 足鲁时间就是军事航空航海领域的专业时间系统 也是瑞士新表款的直播时间 绿盘应该绿的有道理 不能为绿而绿 现在市场上好多为绿而绿的表 浪琴足鲁时间万表有什么独特的地方 它把传统飞航表的标志元素跟现代设计风格结合 比如改进的表链中段 陶瓷表圈 双向旋转表圈 足鲁时间属于浪琴表的现行者系列 添加了GMT功能 这个灵感是1925年浪琴配备的 首款足鲁泰姆万表 表盘上装饰有标志性的Z字标志 Z字即代表足鲁泰姆是航空和军事领域沿用至今的通用时间格式 而且还设计了双向旋转表圈 相当于增加了一个第三时区功能 那接下来我们就开始吧 这么重磅的上手还是不多见 跟康卡斯比多了几分优雅质感和专业感 在功能方面主要是独特的 就像康老师说的GMT功能 所以叫足鲁时间 我先给你提个问题 这个表为什么叫足鲁时间 你可以在弹幕里打出来 反正我第一次听到足鲁时间的时候 有一个特别直观的感觉 就到了非洲的大草原 有部落 有酋长 有这个大狮子 下面咱们试戴一下 它这个表耳缩短了 小手腕的人戴起来的话 也不会觉得特支了 但是就是说这工艺还是没减 表耳的地方这个抛官和拉丝组合还是有的 所以还是看起来很精致的 腕表套管与中框的连接部分 进行了重新设计 当今最火爆的豪华运动表的设计秘诀 被浪琴破译了 也是这个现代市场上最热门的一种钟表类型 对 烟眉灰色的表盘 替代传统的黑色表盘 显得更加深邃 深绿色的表圈和金色石标 加上这五颗星星 总让人想起橄榄绿的军服和闪耀的军衔 是特别熟悉的某个电影里的场景 没错 这个日期窗它是放在了六点位 有人觉得三点位的日期窗破坏表盘的和谐 甚至有人建议取消日历窗 比如我 那都不方便 没有日历 那现在好了 把它放到六点位 你看 就保重了日历功能 又没有破坏表盘的和谐对称 我刚才调教了一下足录时间的GMT指针 它不是通过按钮去调教的 而是通过悬入式表冠进行调教 这样可以确保表的防水性能 指针和石标都是Superluminova的夜光涂层 在黑暗环境里看起来还是很方便的 双向旋转的表圈又带有24小时的刻度 实际上额外为这个腕表增加了一个可显示的时区 所以足录时间可以读取三个时区 行刚才卖了观色 现在我们就正式的说说足录时间的由来 世界的标准时间零度晶线零度子午线的那个时间 有着不同的名称称作UTC协调世界时 也有大家熟悉的格林尼治标准时间GMT 所谓的Z时间或者足录时间 其实就是UTC在某些专业领域的名字 比如说在军事航空航海什么的 因为零度晶线就是zero zero简称就是Z 后来改成了足录 这个从zero改成的足录 这个有什么讲究吗 我觉得就是在无线通信中足录这个音更好辨别 这个无线电通信的时候 这个噪音非常非常的大 一定要说到准确无误 才能确保这个航空和尖端领域的安全 就沟通没有任何的误解 对就像这个咱们互相报电话号码的时候 自然而然的意义就念成了妖 大家都有这个习惯 但是就不知道为什么要这么说 因为你说妖有几个1就可以念出几个妖 但是有几个1你念1你就分不清楚 一共有几个1 对就联读下去了 康老师这个解释还是很精彩的 比如说咱们从北京飞巴黎 北京时间几点起飞 巴黎时间几点降落 还要考虑下令时挺麻烦的 但是在航空领域使用的参考时间是UTC 也就是足弩时间 人家才不管你当地时间是几点 只要说足弩时间大家都明白 这是全球统一的时间 对了在军事上为什么叫Z时间 我想补充一下 比如说早期战场通讯主要靠吼 后来有了对讲机 布画机 卫星电话 沟通的习惯 就像刚老师说飞行员之间那种沟通 还是保留下来的 0就叫动 7就叫拐 不会说足弩的 就别说自己是飞行员 对啊 那么现在我跟大家提个问题 康老师这个K 他是用什么单词代表的 大家来参与一下 话说后来还说在足弩时间 原来字母Z是zebra 但是上世纪50年代 北约把语音表给改了 所以Z从zebra变成了足弩 不关北约了 咱们带一下这个皮带款吧 对 不管是皮带还是金属链带 都有这个速拆表带的设计 对 这样就是换表带就不求人了 也不用使用工具 它这个折叠扣啊 它有一个微调功能 它可以轻松的调那么几毫米 不过只有皮带款折叠扣有这个功能 但是钢链款目前还没有这个功能 你可能会问啊 既然是UTC或者是GMT 那直接叫GMT不就得了 我最开始也有这样的疑问 但是呢叫UTC或者叫GMT有点俗 很多品牌都有这样的名字 而且我手上带的确实就是浪琴品牌的GMT的表款 是在名将系列上推出的 就是我带这个 跟这个租路time还是有很大的不同 但说实话租路时间的万表浪琴在1925年就有了 浪琴说租路时间万表我们百年前就有了 另外你发现没有1925年二战还没打响浪琴就有了带GMT功能的飞航表 实际上这里有一个细节就是当时飞机穿越大洲还不太那么容易不太方便 但是当时有一个能够穿越大洲的飞行器就是硬式飞艇 只不过后来硬式飞艇因为这个安全的性能绝技了 所以在二战前夕就有租路time 1931年10月两名美国飞行员Clyde Penborn和Hugh Hendon Jr完成了全球首个从日本到美国的不间断横跨太平洋飞行 在起飞41小时后他们降落在华盛顿州共计飞行5500英里 创下了当时水上最长飞行记录跨越六个时区 1930年5月英国著名飞行员Amy Johnson成为第一位从英国独自飞行至澳大利亚的女性 他起飞19天后在澳洲达尔文降落共计飞行11000英里跨越九个半时区 他成为浪琴历史上的先锋之一 浪琴分别在31年和37年做出了驾驶舱时钟都能显示第二时区 其中37年的时钟已经是双时标表圈了 这个也用在了今天的祖鲁时间算表上 说了半天颜值说了半天祖鲁时间的由来 那咱们说说机芯吧 这是叫做游表吉里 那么这款表使用的是浪琴表专属机械机芯型号是L844 它采用的是硅油丝 硅油丝的好处大家都知道 同时它还具有COSC天文台认证 所以这个价值还是蛮高的 这款表具备30区显示功能 配备带有24小时刻度的双向旋转陶瓷表圈 这都是啥意思呢 比如说现在瑞士线上表展的时间 北京时间和足鲁时间三个时间 可以读取三个时区 任何买具有双时区显示 或者三时区显示的万表 就在心中植入了一个梦想 就是想进行跨时区的旅行 虽然自己飞了将近一万公里 但是在表上你就是从时镇到这个 只是第二时区指称的这么一个小的跨度 但是这个跨度对于人生来讲 意义还是蛮大 对了 说来说去 大家对仙行者系列 足鲁时间万表的颜值是怎么理解的 反正我觉得吧 它属于这种比例和谐 比较优美的一种设计 我觉得非常的粗犷坚韧富有探险精神 OK 那么你们到底怎么看呢 欢迎留言区跟我们互动 总结一下啊 浪琴先行者系列足鲁时间 用最简洁高效的方法 显示三个时区 这得益于浪琴在军事和航空领域的专业设计传统 结合当代的设计 还增加了第三时区显示功能 在不影响可靠性的前提下 多了很多实用性 先行者足鲁时间是浪琴表爆款万表 进入更高层次的一个标志 在研制方面呢 有人觉得粗犷 有人说的坚韧 对吧 我觉得它比较比例和谐优美 但这就是浪琴的先行者系列 足鲁时间万表 对当代旅行者冒险精深的宣誓 康老师你干嘛去啊 马上瑞士云表展 得回家看直播了 几点啊 瑞士时间早上9点第一场 瑞士时间是上午9点 那么北京时间是几点呢 足鲁时间又是几点呢 荷杨在留点期告诉我 大早上9点就直播 这不像瑞士人的风格呀 我查查我的这个行程 哎呦 还真是呢 9点有一场 我们今天浪琴先者足鲁时间万表的上手 就先到这里啊 欢迎大家一三点 现在我们用这款表演示一下三个时区怎么调 好我们先设定一个时间 先设定北京时间 北京时间现在是三点 那么伦敦时间是几点呢 应该是北京时间减去8小时 也就是15减8 那么伦敦时间应该是7 现在我把伦敦时间调成7 怎么调伦敦时间呢 是通过转动时针来调整 这就是第二时区伦敦时间 我们再把时针调回到北京时间 调到北京时间 现在是三点 现在有了北京时间 伦敦时间两个时区了 康老师要看瑞士直播 如果我们想知道瑞士时间现在是几点呢 我们就需要转动双向旋转表圈来展示第三时区 我们知道瑞士时间相当于东二区 也就是说我们把这个表圈转到东二区 就是从零精度时间逆时针转两个时区 这个12点位置设置成东二区了 三角指针指示的时间是8 也就是瑞士时间是8点 这就是3D时 康老师不是说瑞士时间9点直播吗 16减8是8 没错 他说的是下令时 我看你了